大家好 歡迎收聽理事台 我是瘋仔 週二晚的賽事英超作客出戰李斯特城 繼上場聯賽8強後再次打這對手 而今場的陣容跟上場有很大分別 只有兩個人在兩場都踢正選 我們先看看出場作用 門將方面是艾利神 中堅我們用了雲迪克搭著馬力浦 右閘就是阿歷山拿阿洛 左閘就是森美卡斯頂替停賽的羅伯神 中場方面法賓奴亦經過武漢肺炎復出 另外兩個中場是牽拿神和張伯倫 右翼就是沙拿左翼也是汶尼 而前鋒繼續用迪奧高早達 4個感染了COVID疫球員 亦已經完成了旁邊可以復出 但泰亞高今場是因為肌肉酸痛 而不能裂陣 而藍野拓石也是因為同樣的問題 而不能裂陣 所以已經算是我們可以排出的陣容當中最強的選擇 雖然今場我們的前場壓迫都有一定的成效 但到了危險的位置起腳的質素也是差一點 16分鐘的時候我們出現了上場最黃金的機會 就是一個右路的戒外球 阿歷山拿阿洛拋給神天 在底線的位置設定後 而沙拿在禁區內控球 被尼迪迪踢低了 他博得1個12馬 但他自己主射角度太差下 被孫米糕救出了 而沙拿再衝前 去到頭鎚補射 頂中微 最後右腳再補射多一次 就不中籠 結果在三連射之下 都把握不到錯失了打開記錄的大好機會 而去到22分鐘 張白倫是一個左路的半傳半射 被神軒入攝 神軒頂不中之下 直飛近處 就被孫米糕救出了 而28分鐘有球 文尼傳中 神軒頭序 設喉 被祖達控定了起腳 再次都是孫米糕救出的 而31分鐘 阿歷山拿阿洛 被神軒在禁區邊 第一時間 再彈給沙拿下底線 原本這球就給不到 但兩個里城球員的 誤會之下 沙拿就撿回球去射 但孫米糕又救多一球 上場如果不是他那麼神仰的話 都應該可以打開記錄了 而 李斯特城 其實都不是完全沒有機會的 34分鐘的時候 華迪和卡斯坦利撞場 就入禁區 起腳射門 幸好馬迪洛 封到遠處位 踢出底線 37分鐘 還有一次 華迪撞開了 森米卡斯 有空位 然後進入禁區 再被下來拉邊 的 密迪神 接應了 他摘位 半射半泉 去到遠處 馬歷山拿阿洛 就包出來 再由 法賓奴解位 上半場雖然我們的機會多些 但雙方都未把握到之下 就0比0 完了半場了 下半場出回來 51分鐘的時候 李斯特城有一次快攻的機會 賀爾在左路 和伊犬拿組撞場 過了阿力真阿洛 再上傳中給華迪的時候 球已經彎過了雲迪克 但幸好 遠處的森米卡斯 躺盡 鏟下去 解為成功 才令華迪 無法起腳 其實這一球 都已經敲響了警鐘 然後 55分鐘的時候 迎來了今場我們隊的第2個黃金機會 就是祖達全直線給文尼 然後斜卡進禁區的位置 就半單刀情況下 射回左邊反方向的高波 竟然連籠都不中的高出了 再一次未能領先 結果出事了 羅達斯之後就按制 換入了泰尼文斯和錢埃華頓的球員 易鋒 的陸文 入場只是3分鐘 陸文就在中場附近的位置 吸引到3個防守球員 然後再交給前面空曬的 賀爾在左邊帶了一段 然後再交入中間 給陸文後上入攝 他過了馬力譜後入禁區 陷著腳射近處 收死了艾利神 令球隊落後1比0 除後雖然我們換入了廢明爐打得好像424 但對方的防守很嚴密 我們可能做到禁區內的控球 但起腳時很多時候都是被很密的人群封到沒位的起腳 剩下的時間其實也不是太多有威脅的攻援 結果球隊就1比0 擺於里斯特城的腳下 聯賽兩場之內已經失了5分 由於Boxing Day對列斯聯的比賽已經延期了 所以其實我們上場比賽已經是聯賽杯對里斯特城的比賽 相對之下其實我們今場已經是強陣應戰 最強的陣容只是欠羅伯神和泰亞高未擺出來 相反里斯特城兩天前才隊員曼城 還有激戰之下大敗6比3 雙方的體能和狀態都理應有一段差距 但今場我們踢出來並不像有這麼明顯的優勢 以前都會留意到 其實我們每逢休息完一輪回來 好像揭冬期 或者有些竹總盃出局 有兩個星期沒有比賽 高普以往可能會有時候 就趁這些時間拉隊出去集分 但做完這些事後 反而通常一回來的成績 還會差一點 表現和狀態都沒有那麼快投入得到比賽 如果計班主力球員的話 很多個上場球都已經是9天前對熱切 因為聯賽盃可能是沒有踢 或者只是踢半場 而對列斯聯的比賽也已經延期了 或者球員真的習慣了整天扯 現在聖誕有假放 放鬆了心神 所以整隊球的整體發揮 真的不多好 我想只有法賓奴一個算是比較稱職 馬力普和森美卡斯都可以的 但其他人就真的差一點 今場會輸最明顯的原因就是前線的兩隻大浪費 利斯特城開賽那段防守其實都不是滴水不漏 我們都做到不少機會進入禁區 但最後一腳就是把握不了 尤其兩個黃金機會 沙拿其實連對方送了12碼給他射 也是不進入 這球還要射過沒什麼角度的中央球 可以說是中目標的12碼當中最差的選擇 這是他英超生涯第2個射失的12碼 而對上15個都是射入 之前一次射失已經是2017年的試 不過其實他今季在歐聯對AC米蘭的時候 都曾經射失過一球 所以剛才說的數據 其實只包括英超就沒有計算到這一球 他射失完12碼後 再衝前補頂一頭 又是中眉 再補射一腳就完全不中籠 今季一直被譽為 細一熱熱門人選的他 今場就真的比較失色 射不入這球之餘 其他時間都不是說 做到太有威脅的攻勢 聯賽連續15場有入球或助攻的記錄 對熱刺的時候 即是上一場聯賽已經中斷了 而今場仍然未能接觸得回 另一個大浪鬼就是文尼 今場沒有跟他心靈相通 可以走很多碟瓦助攻的羅伯神 他的發揮也受到一些限制 而最重要的一球 莫猜祖達拉了一隊中堅出來 然後塞直線被文尼切入中間 當時對方的右閘卡斯坦尼 已經慢了一步 只能盡量追著 給文尼的壓力 然後推到12碼 點偏左的位置 想射近處的高球 這個想法其實是不錯的 但是如果射不中籠 再有想法也是沒用 全場真的不會有多少次 這些黃金機會可以給他浪費 其實保時階段反而用文尼 嘗試在禁區裏面做個背身拿球的支點 然後控定再傳給尖士米娜 西米卡斯 或者祖達這些落底線 效果都更好 如果可以早點用出來 這些招數可能都會做到多少機會出來 其實文尼今季也曾經有一段踢得不錯 他就攻入了7球 去到神社首邦的第2名 但自從10月20日 即是兩個月左右前 往後的9場比賽 無論是歐聯 還是英超的比賽 都沒有入球 和沒有助攻 而最可惜 就是現在陣中 根本沒有人可以頂替上來 奧力自應傷了一段時間 而南野托實 今場又因為肌肉酸痛 而沒有辦法裂陣 踢上對車友士的球 就正式要失去今場這兩隻大浪費鬼 也是我們今季一直以來最大的隱憂 現在如果雙兵不復出的話 真是連三箭頭都放不出來 所以將會在1月成為我們非常大的問題 另外今場中場的發揮也不好 神軒雖然給了邊路拍檔 即是阿歷山底阿諾和沙拿 但進攻上今場也不是太有威脅 拉邊也做不到什麼攻勢 今場沒有任何關鍵傳統做出來 甚至連傳中球也沒有 這是比較令人失望 還有塞球那一球 其實他也不太集中 因為陸文逆風回到中場線 引了阿歷山底阿諾和沙拿去包夾 其實神軒應該要看著 在再前一點邊線的中場賀爾 但他沒有緊貼賀爾之餘 亦沒有嘗試遮蓋 令陸文轉身後 很容易沿著邊線傳球給賀爾 而且還可以就左腳第一時間 控完推前就有個大空位進攻 如果遮蓋到線的話 可能陸文要傳給賀爾 也要傳後一點 這樣他拿球就要翻後拿 至少沒有推得那麼順 可以拖延到攻勢 當然這球阿歷山底阿諾也有責任 他沒有追實陸文後上的follow up 但神軒沒有封了陸文 在中場拿球時的全球選擇 都是這個攻勢能夠發動的主要原因 所以 這球失球神軒也佔了很大部分的責任 另一方面 張柏倫今場搶到中場正選位 但基本上是一無是處 前場壓迫不是特別出色 傳球都只是傳一些很穩陣的左右傳送 連軟射的起腳 平時很多 今場是沒有的 只有一下 斜角位半傳半射 被神軒入禁區頂 是像小小樣子 但大部分時間都不見影 或者沒有見樹 其實真的很難明白 為何高普經常都 這麼信任 會擺他出來踢正選 今場還有尖士米娜 和拿比基打在後備 都沒有用 其實分分鐘 今場用尖士米娜做正選 12碼可能沙拿搏回來 交給尖士米娜去處理 而不是沙拿自己射回 結果又已經完全不同了 說真的 張法輪這些課息 我自己覺得他的上限都到了盡頭 而且稅數都到了28歲 合約又只有一年半 無論是夏年一月也好 夏年夏天也好 其實真的要早日清酒 換回新血入來換代好過 因為中場線的老化問題都很嚴重 我們沒辦法再留一個28歲 仍然都是踢中庸的球員 早日賣酒去早日換一些年輕的新人 可能更好 最後看完聯賽榜 曼城在九連勝之下 現在19場拿到47分 排第一名 今晚凌晨還會作客奔福特 隨時可以拋離更多 而第二名是我們有41分 落後綁手6分 第三名是車道士也是41分 而今晚他們主場會對白禮頓 所以很大機會過了今晚 我們會跌下去第三名 第四是35分 阿仙奴第五是31分 韋斯咸 第六是打小兩場30分 熱切 第七是打小兩場28分 晚亂 今場是2021年 最後一場比賽 可惜 以敗仗告終 下場比賽 1月2日 星期日晚 12點半 在下車路士 可說是今季前列 之間的其中 一場關鍵大戰 幸好沙拿文尼和基達 都可以踢完這場 才出發去踢非洲國家杯 叫做沒那麼大影響 踢完這場之後 進入本土杯賽的賽期 1月6日星期四晚的凌晨時分 踢聯賽杯的四強首會合作客阿仙奴 1月9日星期日 足總杯第三圈對英甲下游 還有一場的梳士杯 再到1月13日星期四晚 凌晨又是踢聯賽杯的四強次會合 回主場再戰阿仙奴 去到1月16日星期日 才回到英超 聯賽主場對賓福特 到時可以看看 高普對於本土杯賽的重視程度 如何安排連續三場的聯賽杯和足總杯的人腳 相信如果要出主力去踢 都是會以聯賽杯為先掛 因為始終已經踢到四強階段 獎盃已經有幾大部分可以觸摸 而足總杯只是剛剛開始第3圈 可能會繼續給年青人機會踢一下 這集應該都是2021年最後一集的利事台 所以也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晚一點我就可能出個投票post玩一下 看看大家覺得2021年是誰是球隊的最佳球員 這集就先說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看我的分析 喜歡的可以subscribe回我的channel或者加入會員 我是利事台的風仔 下次再見